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规划过港路及宁静街人本示范道路 其中暖江国小前的宁静街将首次踩线性弯曲载化路宽的降速设计 将原有的双向车道改为单行道 多处的空间全部作为人行使用 现在就透过3D模拟画面带您先读为快 这是基隆市政府公务处方面规划的过港路与宁静街人本示范道路3D模拟动画 重点就在于以人行动线作为主料考量 其中宁静街更从目前的双向车道改为单行道 为了就是希望改善暖江国小学童上下学与车征道的危险情况 以目前暖江国小的通学步道来看 那宁静街两侧全部都是画红线 也就是说小孩子来上学没有可以让他们安全行走的通道 对所以之前就是不断的争取看能不能增设那个人行道 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我们学校的部分 但是市长看的其实更广 因为那时候市长有来看的时候 他直接就是说希望 因为这个宁静街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干道 主要干道是过港路 所以他就是以学校跟社区来做一下整体的考量 以行人以人为本的一个社区的生活环境为主 然后同时也兼顾学生的安全 这也是基隆首次采用线性弯曲载化路宽的降速设计 将原有直线的双向车道改为略成弯曲的单向道 并把车道宽度从4.6公尺 缩为2.8公尺 多出来的空间全部作为行人空间使用 那就是说原来我们那个宁静街这边就是暖家国小前面是没有一个足够的空间 让我们那个学童上学就学的一个可以安全走行走的一个空间 那这次我们就是这次的设计就是把宁静街的宽度从在这个暖家国小前面这一段 那从原来的4米6那缩小成2米8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那未来是规划成一个单向的一个双行道往四区方向的单行道 那争取出来的空间大概我们就是会规划成一个最小宽度 还有迷雾的一个那个人行道这样子 那就是提供一个学童安全就学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公务处方面目前已经将这项新一代的人本示范道路规划案 提报内政部文件署争取工程经费补助 希望能顺利获得核定 紧速在今年发报动工 让整体动线更贴近过港社区民众的一日需求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市代表队 去年在全运会上获得三金一银三铜 其中三面金牌都是邓宇文夺下的 全运会前曾表示将送给夺金选手一只手机的 基隆市议员童子伟实现承诺 真的赠送iPhone 13给邓宇文 鼓励他继续加油 而邓宇文也宣布将参加今年9月 在大陆杭州举办的亚运 希望能为国争光 打开基隆市议员童子伟送的最新手机 代表基隆市在去年全运会 勇夺三面金牌的邓宇文指护好开心 很开心 因为之前不会有 得奖的时候不会有 就是议员或是其他 其他展观 对对加码送手机 所以这次可以收到最新的手机 所以就很开心 对同志伟来说 能有机会实现这项金牌承诺 更感到高兴 很高兴来到市立游泳池 然后来颁证我们的最新手机 来给我们的游泳池的 游泳的金牌选手邓宇文 一只最新的手机 因为我们在我们全运会的出发前 我们就特别的来告诉选手说 为了鼓励选手努力的夺得奖牌 同志伟特别的加码一只iPhone手机 希望我们的选手在各个项目可以夺得金牌 那今天我们游泳选手邓宇文 在全运会拿了三面金牌 所以我们今天来实现承诺 非常开心可以把手机送出去 网球锅手退休的金融市议员陈怡 也说体育选手的确需要鼓励 感谢同志伟议员在去年全运会的时候 有承诺说只要夺金的选手 就一台最新的iPhone手机 那今天同志伟议员有实现了承诺 然后来到游泳池 然后颁发最新的水蓝色的手机 给我们的邓宇文选手 然后祝福邓宇文选手 在人生之后的归雅人的事事顺心 也相当感谢他的家人的付出 还有苏教练的栽培 本身是体育馆技师 邓明辉说女儿为了重返泳池 真的很努力 全家也都很支持女儿 在游泳这条路上持续前进 因为我的女儿小时候 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地方 那因为刚好有这个泳池 然后她刚好那个学校有在提场 她又那时候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家里就很支持她来这一块游泳 那觉得这个训练的过程有没有变得 虽然训练是一定辛苦 可是藏到的田果是胜利的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从2018年起投入亮点夺金计划 将夺金奖励金加倍 还有潜优选手培训计划 就希望协助金融市体育选手 在各个竞赛项目都能获得好成绩 我们将选手的奖励金 夺牌的奖励金 从第一名15万提升加倍到30万 那另外呢 我们对于潜优选手的这个培训呢 我们也有一个潜优选手培训计划 希望对于潜优选手的这个训练过程里面 都给予支持奖励 在教练指导下努力进行重序 邓宇文正为今年9月 将在大陆杭州举办的 亚洲运动会做准备 希望能持续在公开水域项目 获得家机为国争光 会想要参加亚运 因为今年也是第一届亚运办公开水域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尝试一下 对 然后为了亚运 就是有在提升自己的体能方面 还有重训的方面 因为我本身就是肌力比较不够 就是教练有在这方面加强 通知委期盼 透过赠送新手机 为邓宇文加油打气 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未来能培育更多优秀的体育选手 为地方甚至为国争光 记者张琪辰继续报道 立委蔡生意服务处 今天举行开工祈福仪式 同时宣布 只要透过脸书或IG打卡 LINE8加好友 就送限量版的挺基隆 新春限量版合运口罩 立委蔡生意服务处在大年初期 邀集团队来进行开工祈福仪式 祈求一切顺利平安 并且逐一发放开工红包 另外团队也会提供新春限定版的好运照 今天是虎年开工上班日的第一天 那世音跟我世音服务处的团队 今天特别选择 今天也来做一个拜拜 祈求一切顺利 那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 大概也是上天知道说 今天是全市开工第一天 所以一扫过去 连续一个礼拜下雨的阴霾 那我相信大家今天心情也都蛮不错的 好的上班日有好的心情 那世音也今天特别戴上一个红色 洗气拼基隆的口罩 代表的告诉我们的市民好朋友说 开工完了 我们要继续努力为基隆来打拼 那我也非常感谢市民好朋友 在过去这段时间 给市营的支持跟照顾 那我相信不论在中央或者地方 市营作为中央跟地方的桥梁 就是要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在中央配合政策 那在地方跟我们的基隆市长 佑昌市长一起努力 让基隆市政往前迈进 那这是市营责无旁责的责任 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那因为我们有做这个红色 拼基隆的非常有喜气的口罩 所以在这边我也特别在这边 广告宣传一下 这段时间如果在我们的FB LINE或者IG有打卡的话 我们就可以送你一个 送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口罩 喜气洋洋的口罩 欢迎大家来索取 一起戴起红色的全市拼基隆的口罩 大家一起让基隆更好 新年快乐 谢谢 我要看一下这边 看这边了 来来看前面 看前面 看前面了 而现场媒体也很关心 中山区的基北快捷公车 开通时间 立委蔡世英也特别做出了说明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中山区快捷公车 那原来在去年就要通车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整个的通车时间 往后来往后顺延 那这段时间我们也特别跟国光客运 就中山区快捷公车的部分 在做后续的讨论 那中山区快捷公车 目前国光车 已经基本上都准备妥当了 而我们会在进行内 正式宣布通车 让我们基隆市市区 跟中山区的好朋友 有一条新的到台北的路线 请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大年初一 许多民众到庙里烧香拜拜 基隆慈云寺出现了人潮 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 人潮比往年少一些 但庙方配合防疫措施 分散人潮 初四起一连12天 慈云寺帮民众补运 每天四个场次 每场次限制100人 大年初一 基隆慈云寺内外 人潮依旧 信徒实名制 量测体温 早晚记得酒精 那边有酒精 交度一下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慈云寺暂停提供抽签 保卑等工具 虽然如此 但人潮依旧不减 当然都是跟家人点灯 都求平安顺心 因为都希望大家健康平安 今年慈云寺的信仲 跟往年稍微少一点 但是还是很踊跃 因为慈云寺来讲 对大家来这边 春节期间来这边 都等于有那种回良家的那种感觉 那今年针对我们这个疫情 我们慈云寺有依照 中央的指示 有特别的几个特别的措施 第一个就是我们暂停提供 那个供盘 居隔盘 还有这个拨签 还有抽签 另外呢 我们有对于这个出入 出口入口 也特别的有加强 那在消毒方面 我们也都很做得很确实 庙方一切遵照防疫规范 大年初试开始 替民众补运 每天四个场次 每场次限制100人 初试到15 延下的那边 一共有12天的补运 这个本来我们今年 本来考虑说要不要暂停 可是呢 因为信重的要求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所以说我们今年还是照常 但是呢 有特别就是说 限定场次 限定人数 那在此也特别的呼吁呢 大家来补运的话 尽量不要挤在前面 7点还有8点半那两个场次 那尽量到后面 10点还有11点的场次 这样的话就不用跟大家挤在一起 庙方说 一切配合中央防疫规范 希望民众春节拜拜 也能够平安 记者黄绍铭就用报道 再带你来看社团法人 台湾火星人运动发展协会 在一场活动中 发现新一国中 华英安同学的棒球天分 但因为家中的因素 让华同学不得不放弃棒球梦想 火星人运动发展协会 进行募款计划 15天内 与善心人士达成募款金额的目标 期望华同学无虑的追求球技 为台湾棒球体坛增添胜利均 奖住学金15万 还有30个月 基隆道彰化的来回车资 集结各界盛新人士的爱心 台湾火星人运动发展协会 帮助新一国中毕业学生 华英安圆了棒球梦 今天是很开心 然后有点惊讶 集结了社会上各个地方的力量 那希望来可以帮助华英安同学 当然从像国防科运 各个热心的捐款人 甚至哈达提阿玛的这个球剧 那还有像张嬛艺术高中 那也开立了一个这种 转学考的机会 往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 类似像英安这样子的一个同学 理事长彭正敏 恰恰 与家福中心密切合作 协助英安的约梦计划 感谢社会盛新人士的一举 浪华同学无虑的 在棒球这条路上走下去 我们希望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那未来能够有更多热爱 放手的孩子 持续的在放手运动上面 能够努力 让更多种子在基隆 都能够开花结果 在大众的祝福下 期许英安进入新的高中后 坚持梦想 永不放弃 成为社会栋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祠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 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 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101大楼及象山 都是台北市新一区著名的景点 而在新一路 五段150项象山脚 有一处象山公园 是由原有的三庄黎靶场 改建而成的 有篮球场 流冰场 凉亭 及贡龙市 儿童游聚和土地公庙 更是台北树蛙的保育区 在冬天难得的暖阳下 出来活动筋骨 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 这处在象山脚下 周遭矗立着著名的101大楼 以及豪宅区的象山公园 位在信一路五段150项内 长方形状公园区 占地大约4.2公顷 园区内花木扶梭 还公园步道 更是喜欢散步 快走 以及慢跑民众的最爱 而在亲子游戏区里面的共农室邮剧 更成为爸爸妈妈以及阿公阿嬷 六小孩六亲孙增进亲子关系的好地点 年轻的妈妈非常肯定台北市政府 规划维护出这处好公园 对我觉得这边很棒而且腹地很大 然后而且打扫很干净又有干净的厕所 觉得市政府在这边做得很棒 然后这里啊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赏 像现在樱花已经慢慢打开了 对然后四月还有流苏花 那我觉得这里很漂亮 这个共农公园啊假如假日都会很多人在这附近做 那我觉得很棒是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但是有一些像这个坏掉了的话要赶快维修 对不然怕小朋友压到手会危险 觉得哪里最好玩 六花梯 真的为什么六花梯最好玩 六花梯漂不漂亮 漂亮 所以你很喜欢来这里玩吗 很喜欢 向山公园由旧有的三张礼拔场改建而成 为了让民众了解过去历史 现场设置有旧有靶场的历史简介牌 以及保存靶场射击区落淡点的位置 园区内也设置有篮球场 溜冰场凉亭以及运动器材等设施 方便民众休息及运动 公园内还有一处香火鼎盛的福德镇神土地公庙 三长庙 祖寺 福德镇神 清水祖师爷和妈祖等 吸引相当多的信徒前来焚香膜拜 祈求健康平安 是每次都会过来吗 但是有空就过来拜一下 此外向山公园更是台北树蛙的保育区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之间 都是台北树蛙的活跃期 是台湾少数在冬天繁殖交配的蛙类 搭乘捷运从象山站二号出口一出来 旧式象山公园非常方便 是一处适合六小孩散步运动 结合民俗文化和生态保育的全灵化公园 记者吴俊松台北报导 1934年 郡公的旧渔会正兵大楼历时近两年修复完工 去年底验收完成 整栋大楼充满了迷人的复古风 不只早上吸引了民众做主拍照 晚上也超迷人 文化局更规划农历春节小年夜起 每晚六点到九点 每半小时光雕动态展演一次 时间约两分钟 为民众来欣赏点灯和动态展演 感受古迹之美 修复完工的历史建筑 基隆正兵渔会大楼 正门一桥 鱼头异象鲜明 鱼嘴迎冰 鱼眼笑咪咪 跟着文化局长陆内一探究竟 食堂 住宿空间 理法厅 浴场 珊瑚交易市场 及贷款部等设施 如旧修复 充满迷人的复古风 正兵渔会大楼修复完成以后 目前正在进行 招商的作业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 承博会之后 能够顺利的完成衔接 4月16号 我们会首度开放 那当然在 现在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大家从外面观赏 这栋大楼 它其实有不同的景致 包括白天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 木窗非常的多 这个木窗 其实它一直都存在在这里 那是经过过期处理 过去它是一个国防绿的颜色 那现在我们把它回复到原始的 温润的一个原木的颜色 那在这一个大楼里面 在这个区域看起来格外的漂亮 那这一栋大楼的窗呢 有高达427堂 从窗户看见其历史痕迹 还有融入新创意的哦 跟着局长登上楼顶 不只看海阔天空 还有明确清楚的解说牌 依照方位思寻着每个年代的基隆 当时清霸战争的时候 法国的舰队就从这个方向 进到基隆港进来 所以才会开始有清霸战争 在台湾的第一场战争 也就是在沙湾历史园区 往下一看 全白的正兵渔市场遮雨棚顶 未来将是艺术家们的画布 修复后的渔会正兵大楼 吸引了不少民众拍照留念 这个非常好看 而且是古迹 对 然后整修好了 期待它要开幕 晚间的旧渔会大楼 也将展现迷人的复古风 小年夜起 每晚6点到9点 以光展演光丢秀 将诠释于往前进的水纹流动感 还有丰收的意涵 最深猛活跳的一个渔业 跟生活的结合的场景 就在渔会大楼后面的 一个水产的一个区域 那如果晚上来到 正兵渔会大楼的话 每天晚上6点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 有新的动态的一个灯光的展示 我想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许多民众也非常期待 我们希望给基隆人一个全新 不一样的一个视觉 跟光影的一个饗宴 欢迎民众白天可以先到 附近和平岛海科馆等景点游玩 下午再找间咖啡厅歇脚 晚上再到战兵渔会大楼 欣赏顶灯和动态展演 一整条观光路线 一网打进 感受基隆迷人的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在今天的大台北爬爬购 单元当中 要带你来尝来自山东的水饺 老板薛富国传承父亲的好手艺 加入四季的好滋味 坚持每颗扎实饱满的彩色水饺 在实体或网路通路都叫好叫做 火龙果的红 蝶豆花的蓝 胡萝卜的橘 墨鱼的黑 南瓜的黄 这一颗颗饱满扎实 一口咬下有脂喷出的饺子 外皮大有来头 饺子内馅更藏玄机 跟着季节变换口味 总带给顾客无限的惊喜 像是采访当天 富国老板正在做客人预定的羊肉水饺 加入精心熬制的中药蜜汁高汤 去腥提味 搭配当季出产的回香 仪式成主顾的顾客 总让老板忙得停不下来 在不同的季节 我会采用不同的食材 去搭配来做 就是我的馅料的那个选择 譬如算秋冬的话 因为可能羊肉会比较温补一点 但羊肉你要温补的话 你要搭配什么样的菜 回香是最好的 那回香菜不是一年世纪都有 而台湾就是10月到明年的4月 这个季节 不只羊肉水饺独一无二 夏季的胡瓜锁管一口咬下 啊 最终顿时充满夏天的味道 泡菜口味的水饺也很不一样 豆子的香甜与辣味融合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而让人惊艳的还有鱼肉水饺 以又嫩的小韭菜提味去腥 给顾客满满的营养 还有针对长者及幼童特制的 玉米杏包菇鸡肉水饺 蛋白质含量高 香甜弹牙 全都妈妈都跟我讲 小孩子喜欢吃玉米 那种所以我就搭配青鲍菇 那加鸡肉 那种鸡肉我用的是最好的 非常重视就是第一个面粉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今天吃到的我的面皮 或甚至你吃到我的 我都跟客人讲 包含吃到我的面条 我都是用所谓莲花纸萝卜最高级的 我们是粉心粉 吃过以后跟吃我们家的东西 就是口感 同样的面粉这样吃起来那个口感确实 那个差异性非常大 推出的饺子形状也很讲究 老人家哑口不好的 就推荐这长得像官帽型的水饺 用心被看见 暖暖区长每周都会来报到 更自掏腰包 买给祥和山庄的农民爷爷们品尝 每一年的荣历春节前 我都会来采购那个五湖中的水饺 真的是非常非常 看起来非常非常鲜艳 但其中它里面的馅料 其实更多元 都是非常非常健康 对我们长辈其实吃起来 也让它可以回想到 它也在故乡 来青岛等等的 其实这些水饺对他们讲 其实不是只是一个食材 而且充满了故事 传承父亲半世纪的好味道 来自山东青岛的薛氏夫妻 1968年起 在流民传路口摆摊 经营水饺面食生意 由于道地的北方口味 连地方首长都经常派随护 买回去享用 第二代富国大哥接手 加入创意兼顾营养 更开发网路管道行销 冷冻料理之一看 我觉得是应该是 未来可能是一个蛮有注意的 冷冻料理 那我会加入网站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趋势 因为在家很多我的顾客 他们也跟我反映 就是说 譬如说因为有台北 包含有中南部 因为是这边 这边我们亲戚没有买给他们的 他们就曾经有反映 就是说 是不是说我能够在线上 疫情的关系 我想就是说尽量朝这一方面 舒服莫过于躺着 好吃莫过于水饺 这句北方艳语 在薛老板家族发亮 接手后的他 要将这象征平安财富的水饺 传递出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新年快乐 我们再会 小军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